他拿一個西偉爾 然後人家拿路線 直接線上被030開 被射出洞來 對 特別早的 就是 西偉爾其實也沒有那個 距離上面的優勢 然後近爪的話也是同樣的問題 所以這邊的話打四寶一 我是覺得還不錯 就這個陣是還行的 就你看兩邊對魔的話 你會覺得右邊應該是不會被鬧到 應該是沒有什麼差 先把小陣狼先拿到手 然後大隻的話 看有沒有要用重擊來拿 哇 又是瞬間被炸出一個閃線來啦 這個傷害太高啦 欸 這個小B還最 喔 好兇喔 這個小B 這個推塔上面 不過推完了下落防衛塔中路的交手 就會兩邊的消耗 目前的防衛塔推完 就看有沒有要繼續往那方 Jungle區域去做一些眼睛喔 這裡就會看到 有些隊伍也會有很大的差異 就是通常的話 紅邊我們會看到吃小龍 然後藍邊的話會考慮吃玉石者 把他反過去 中路的SWACO顯量很低 哇 哇 而且你想要擠入住這條線 難度也比較高一點 不太可能 不過越 現在是改變了自己的打法 後面有伊莉絲 欸 往前硬砍這棵大樹 現在在砍木頭 在一個時空樞紐 有把NEXUS給緩住 不過伊莉給阻斷住 小龍現在五百滴血 又有蜘蛛給搖走 後方茂凱 NEXUS的進場想來控制 這邊一次控到 VB轉頭做小龍 遊戲先21分鐘 看一下SWACO的發揮 茂凱已經RECALL了 想要利用守護教員的加速 那這邊是直接亮了TP 想從側面來切 小龍已經掉了 情況下面又來做追擊 一個水泡沒有命中 開了反射漩渦 側邊刷合機 小兵沒有被踩到 還沒震飛 一波波挖下來 小兵就要閃線 離開了整個回程去外面 但是龍門門跟上 一個回權之刃 先把小兵給彈死 後面布朗姆也倒下 喇叭閃線上牆 還沒回去 被刮到 哇 這個 龍門門在這一波 是打出了成亮的傷害 拿到了 上個擊殺之後 再搭配了勒布朗 最後的21印記吧 他只是前面跟你打 打一打 不知道為什麼 Nexus用臉來看 但是斷角 拉巴被上的印記 看起來是要被打出上吊 一個水泡 飄了漂亮 這個很漂亮 抓兩個人 海浪一次陣飛了兩個人 但此時 KORALA已經吃了AD的資訊 準備要往後撤 Nexus往前 硬凱的傷害 後方的月 丟了一個立場 想來阻止對方 進過路線 但NEOV的鎖鏈 有牽到 這個鎖鏈有牽到NEOV 再加一個水泡 哇 連續兩個水泡 這玩水玩得很漂亮 月還被牽在鏈子上面 再利用 這邊是換位回來 這應該是看著計時開始 這個OB很厲害 這個有別的亮 對 都有被關鍵的實力 抓到 巴龍拿到 而且上方的Lulu還被帶走 喔唷 哇 炸了 爆了 哇 這個是不必要的 點慢啊 還中路晃了一下 但TP亮了下來 水泡丟了出去 TPP想來做反手的一個打擊 這邊Nexus被抓 其實會被砍得很痛 反手漩渦 往回一綁 把他越身上越開 即時開始 後方NAMI也吹了一個海浪 側邊 蜘蛛以及布朗姆 準備要做後續的限制 水球又把小V給框了起來 開始死了 那個時候往後一綁 小月 繼續往前作戰 差一點點血量就會倒下 但還好這邊小V就看小V怎麼秀了 再加蜘蛛的毒咬 先把龍鋒們給咬下來 這邊點量不是太好 又往前一番都想來留人 上了印記 SWACKO被追逐 看蜘蛛已經上掉了 情況下看一下下落的矛點 老爸是叫了神仙離開 但一個踏步往前 直接把蜘蛛給踏死 後方的控制也有做到 Nexter的坦度很高 小V已經倒了 看起來這一波團戰的話 是要由XGAMERS拿下勝利了 收到了三個擊殺 這一波中路直接切進去 有機會把這個遊戲收下來 這波感覺應該是要直接結束 哇 而且還把KORALA給帶走 往前硬卡 兩段式的踏步 KORALA也倒下40秒的 五個人都還健在的XGAMERS 推到主堡之前了 TTT看起來是不停的 哇 這邊秒殺 打出來一波爆發 把小魚給帶一的戰績 擊敗了TPP 哇TPP最後一波真的是有點傷啊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像是在這個喇叭的那邊 喇叭這個位置 好像逃不掉 他是在後面被先做了一波傷害 就承受了一波傷害之後 大概半血左右 然後開始往上拉 又跟TPP的這個 這個艾克 欸 冒凱 一起從右半步往上打 然後SWAKO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對 大家都在追SWAKO 但沒有看到後面的人 對 哇 這個喇叭 這一波被抓上的是太傷了 沒錯 對 哇 但是 整個系列賽來說 XGAMERS打的並不輕鬆 對 老實說打的真的並不輕鬆 對 你看這邊喇叭 喇叭的點頭 我們確實打到海星 不過最主要的 兩隊的差異是在哪裡 就是最主要會 輸掉比賽 或者說他們能贏得比賽的關鍵 我是覺得XGAMERS在一些細節上面做的還是比較好 而且整場看起來就是他們團戰的優勢還是蠻大 他們打團的話感覺就是會贏 呃 會贏這個 TPP 對 他們打團的實力感覺還是稍微高一點 那另外就是TPP的陣容 其實他們選過很多次這樣子的陣容 那每一次選這個陣容 其實老實說不穩 這個陣容就是你只有一個輸出點位 不會擺蜘蛛 是擺克雷夫 就至少你傷害點要分散一下 這樣子 那這個 我覺得他們每一場其實 扛了很大的壓力在6V的身上 對 那整個系列賽的話 FISH的表現其實 只有後面三四場之外 稍微回穩啦 前兩場是有點狀態 不在狀態內 對 不在狀態內 對 那我覺得 其實小V的表現是很穩定的 對 就這位AD選手我個人給予比較高的評價 就是 他即便在前兩場 就是應該說前兩場都輸掉的情況下 他的CS 卓越成長 他的會戰發揮 打的傷害量都很高 但是沒人能贏一下勝利的話 我覺得對這選手來說是有點可惜的 沒有錯 那 我是覺得 整體而言TPP 感覺是 可以 正常發揮的點位 不太多啦 就穩定度不是很高 然後他們幾乎每次被打到 就算了